在美國制裁11名中港官員的敏感時刻 中共黨魁習近平和政治局常委律戰書的親屬 在香港購買巨額豪宅的猛料 被海外媒體曝光引發輿論歪言 由於最近傳出習近平正在整肅前中共國家副主席 江澤民集團2號人物曾慶紅家族 因此有分析認為 這輪針對習近平和他親信的爆料 既有可能是曾慶紅一方開始報復 有目的感對外放料 美國《紐約時報》在12日披露 習近平、律戰書、汪洋等三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親戚 近日在香港購買總值5,100萬美元的豪宅 律戰書的女兒、律潛心和她男朋友 擁有的資產更是獨佔額頭 報導一開始就提及 中共第三號領導人律戰書 她的長女律潛心在香港 靜靜地打造了一種橫跨這座城市的金融青鷹 和中國政治隱密世界的生活 據報導 根據香港商業登作的資料 習近平的姐姐和女兒在2009年以1,930萬美元買了一座在淺水灣的別墅 並擁有至少5間公寓 中共政協主席汪洋的女兒曾擔任得意志銀行高層主管 2010年也曾經在香港購買了價值200萬美元的住宅 在2013年她已經透過在香港註冊在英屬維京群島成立的世喜控股公司 以1,500萬美元買了赤柱灘海濱的四層樓連排別墅 至於栗潛心的男朋友新加坡商人蔡華波 她31歲時就在香港擁有一批名為赤兔寶區的賽馬 2017年蔡華波開始進行多項重大收購 其中包括港股上市公司泰和控股 曾經擔任董事長 並以泰和的名義收購了一些業滿資產 其中包括香港半島酒店的大量股份 以及一座摩天大樓的第79樓 但在香港《蘋果日報》披露蔡華波收購泰和控股後 蔡華波就在同年7月辭去了泰和董事長的職務 報導還提到 栗潛心與其他中共權貴與香港社會與金融體系密不可分 他們將自己的資金投入了香港的房地產 令中共高層領導人將自己的命運與香港牢牢捆綁在一起 事實上上述爆料並非新料 幾年前《紐約時報》已報導過 現在再拿出來炒舊料 同樣好像投下一個震撼彈 震動國際輿論 由於今年以來中共政權陷入更為嚴峻的內外交困的危局 面對疫情肆虐、洪水泛濫、經濟下跌、外交慘敗、國際正義力量圍繞等多重危機 中共已經四面楚歌 有關中共內鬥家劇、政治老人逼供等各種傳聞滿天飛 曾慶紅被指是江澤民的軍師和核心智囊 也被認為是最先搞亂香港的罪夫禍首 目前中共高層和元老們確信正在北戴河舉行秘密會議 在這個期間 流亡美國的富商郭文貴在8月4日的直播節目中爆料說 從增加和增息之戰 絕對會讓你看到中國歷史上最慘烈的政治鬥爭 要遠遠超過當年的四大印記 你看著 你看著 進入歌詞 聽哦 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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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聽說 感谢观看